我們比較有教 是不是要修法 我們中華團具備所有的僑僑 這個經濟經濟發展的一個龍頭 所以我們這個彰化升格的中部起輝 做一個事件 我們要讓我們中華 在建設三百年的立書文化 可以做一個重新 還有再起輝的一個基礎 所以基於這四點理由 所以大家總統來討論 我們這個提案 這個議員可以同學 直接用我們的中央來成立 因為我們中華有夠力 特別是我們主委有報告的 我們中華不必修法 我們的林口所已經有剩下一百二十五萬人 所以我們要把握這個好地位 我們一路二郎三萬個 一中華二郎 再度起輝 我們彰化縣 早就準備好要升格 早就改升格了 那到現在都還沒有動靜 那澤民本身身為彰化縣的年輕人 雖然是議會的議員 可是我們也是年輕人 明年輕人的身份 真的希望彰化縣可以盡快升格 為我們彰化縣帶來發展 因為這幾年 那個彰化縣的人口有失非常的嚴重 那主要原因就是在於我們彰化 一直沒有一個重大的轉捩點 沒有一個重大的發展的突破口 那彰化升格就是我們的最好的機會 因為彰化縣其實現在所有條件已經具備了地方產業 精緻農業還有我們的各個交通路網也好 人口數量我們都非常的充足 那六度的成長大家永不共睹 如果彰化縣要在這突破成長 一定需要升格 謝謝鳳梨市長 跟我們官員議員 立法議員 可以說我們全彰化館的政院 大家都來支持我們彰化性格 這個案子 我們知道我們彰化的條件非常好 為什麼要升格 因為我們彰化夠格 不必修法就能夠直接升格 包括我們的人口數已經到一百二十六萬 第二點我們的國際文化是中部第一 第三我們有很多運行冠軍 但是呢 我們建管三百年 所謂一富旅路三萬家 一富的台南和三萬家的台北都成功 只存旅路的中華要不成功 希望可以讓我們中華一個最好的基地 成績以後可以蓬勃發展 讓我們中華成長是中部最重要的一個文化高度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議員 鄧秀峰 鄧秀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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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所謂議長呢 也全力支持修正我們彰化的成績 我們也看到我們的議員無分壓力 包括議長 副議長都來支持 館長現在也有積極的動作 要來成績 所以我們希望說 成立促進的 有具體的這個行動 包括連續選擇頂頂 讓我們中華 讓我們再一個請做 我們臺灣地區多直轄市 感謝各位 請接台 好 來 閉著來 閉著來 謝謝